你 你别生气 原谅我 把我当傻子呢 能瞒就瞒 能赖就赖 一而再再而三地骗我 堂妹 你怎么不说她是你干妈呢 这不合适啊 老婆 我这也算是助人为乐吧 咱俩谈恋爱的时候 你不就喜欢我这仗义劲吗 现在我真帮助人了 你怎么倒生气了 而且人家是来上海结婚的 跟我真没什么关系 虽然我见过她那老公 没有我长得帅 但也 也没事啊 老婆 人都来上海两个月了 我 我们连 就见过两次 连顿饭都没吃过 真的 吃了两顿饭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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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吃 老婆 你站着 你 下去 你 下去 啥你坐下来 跪着 老婆这男人膝下有黄金啊 你膝盖下面只可能有凑一把 行行行 我跪 反正给老婆跪也不丢人 跪 老婆 你原谅我吗 知道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老婆你原谅我吗 你错了 老婆 说吧 啊 什么时候来的上海啊 你不说是两个月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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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前呢 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老婆 我这人吧 一般只记咱俩的事 别的事我都记不清了 见了面干了什么事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说我要请他吃饭 他说他没空 然后他问我 有没有买房的名额 我说有 然后他说他要来上海结婚 问我借 我就借给他了 完了 完了 第二次呢 第二次就是那个签字出合同了 我 我还跟他老公握了一手 说礼白白 你干这些事之前 为什么不跟我请示啊 我怕你不高兴啊 不对啊 他一开门就叫我嫂子 左一个嫂子 右一个嫂子 笑里藏道地看着我 你们两个肯定是事先串通好 有预谋的 你把我当傻子糊弄的是不是 不是 老婆你 你自己想想 他不叫你嫂子 他叫你什么呀 我叫吕布凡 是一个有着上海户口的东北人 他叫汪小璐 同是八零后的我们 在一年前组成了一个温暖有爱的小家庭 我的工作是室内设计 事业属于钢器部 钱不多 活还累 到现在我老丈人还认为 我只是个搞装修的包工头 这是我老婆的工作 她是个鱼迹 最近她负责的八卦新闻 是关于演示圈里 著名三好男人钱坤 和全女演员 混外年 本来我们俩的小日子 过得顺风顺水 可突如其来的一件事 打破了我们的平静的生活 你也别拉着我 一个问题都不让问 事情是从她陪着闺蜜 去看房开始的 这个户型还有几套房啊 这个户型还有三套 我们老总专门为您留的 剩下的户型 一周之前都已经卖光了 好 三套我全要了 爸 我谢谢你们老总 不客气 这房子多少钱平米啊 你好 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的平均售价 是三到四万之间 十二层以上是胡锦房 胡锦房里面有个大的主卧 主卧里面有三个大的落地窗 还有修仙瓢窗 在这个空间里 您可以放上茶具 作为下午茶空间来享用 您看 您要是需要的话 我按照董太太的价格 给您来一套 东西了 没有 我就是问问 喜欢就买一套呗 你们这还有更小的户型吗 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最小的户型 是一百二十平米的 还剩三套 董太太都定了 没事 我让她一套 首付多少钱 商业利率是百分之七 国家规定手套房 给率是八五折 我们现在有一个 特别大的优惠步驟 只要您是手套房购买者 在我们这里 购买任何户型的手套房 我们立即在价钱上 给您立马减去十万元 供基金率率是百分之五点三 之后呢 再给您打一个九七折 七十九万三千两百两十米 你这是打完折了 还是没打折呀 已经在原价的折扣上 给您便宜了十万块钱 再算上供基金的 八五折的仙框价 给您打了九八折 之后再算上 挺划算的 就她吧 好 身份证 我 我跟我老公 打扫没那么多愚合 要我干吗是啊 白素仙 我老婆的闺蜜之一 当年事业有成的她 激流勇退 嫁给了自己的老板 在家相夫叫子 不对 他们没有资格叫 而且她连相夫都很难 她老公董静辉 标准的六零后成功人士 长期驻扎美国 所以老白 像我老婆的时间 比相夫的时间还长 拿来 这就假的 快点 一套贷款 两套全付 办手续吧 喂 喂 老公 喂 哎 老婆 我这信号不得好 你等会儿啊 我换个地儿 你等会儿啊 喂 哎 老婆 现在清楚了吧 你说 怎么了 老公 我要告诉你个大好消息 我们有房啊 不 你 你 你啊什么呀 你 你要买房啊 你好 王小姐 我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我得办手局去了 就这样 拜拜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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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了 王小姐 真的很抱歉啊 刚才根据您提供的这个资料 我去核实了一下 因为你已经有房子了 所以这次活动 你没办法参加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这次活动呢 是为了手套房客户而定制的 王小姐我们刚才查了一下 她已经买过房子了 所以这次活动 真的很抱歉 不可能啊 我 我什么时候买过房子 我在上海这么大一地 我有套房子我还不知道 我现在住的房子是我哪儿来的 写的不是我的名字 这也算呀 别着急啊 你帮我再查查 会不会搞错了呀 吕布坟是您先生吗 是啊 房子是用他的名字买的 刚买没多久 不可能啊 我老公买什么都跟我商量 会不会同名同姓 你搞错了 其实我也怕弄错这个问题 特意查了三遍 要不然这样吧 您再看看吧 吕布坟 你个混蛋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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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先别生气 真的 我 我没想瞒你 我是准备告诉你的 这 这不这两天太忙了吗 借口 借口 全都是借口 你要想说的话 什么时候不能说呀 吃饭钱你可以说 对吧 睡觉钱你也可以说 唐妹来找你见名额 就这八个字 够能编的呀 吕不凡 你想骗谁呢 最重要的是 你根本就是故意的 我这 我这不怕你不乐意吗 那你认为我现在就乐意了 是吧 老婆 我 我错了 还不行吗 我跟你说啊 这事没完 你等着 喂 喂 好了 你也别太生气了 但这事吧 确实有点蹊跷 八百万的房子 用你老公的名字 新兄妹还信不过呢 就是的 而且我跟你说啊 他们家亲情一大堆 什么哥哥 妹妹的 我从来就没有分清楚过 咱问问吧 老白 嗯 我等我要去的地儿反方向 你把我哥前面地铁站吧 欢迎乘坐六号线 本次列车开往牛眼南路 下一站 日际大道 可换乘二号线 六号线 九号线 请准备后 右边车买下车 请准备 sweaty 真去啊 废话 那万一那 那真的是他唐辈 多尴尬呀 这种事情呢 就是宁可错杀一千 不能放过一个 一个就要你命了 快点 吴雨 我老婆的另一闺蜜 理财师 生活中处处经打细算 职业病 她自有一套 给男人打分的系统 像我这么优秀的人才 在她那里及格都难 所以她至今单身 她平时热衷于 参加各种乡亲 和掺和闺蜜们的私生 对于我老婆 那绝对是两肋插道 对我 则是时刻准备 差我两道 你不来这儿真不知道 那么多小三啊 真苦啊 穿成那样的小三啊 那你呢 多有吕洞兵啊你 你先帮我看看那楼号 哪个呀我也没来过呀 这个这个就这栋楼 你这样看我说什么呀 我该说什么说什么呀 你是吕洞帆的 我是吕洞帆的老婆 你是那个小三吗 能在那儿点啊 门开了 快快快快 怕什么呀 让我来 来 来啦 找谁呀 请问你需要理财服务吗 我是个人理财经理 我们现在推出一款理财产品 它的利率呢高于银行间同期利率 嫂子 你是不是我呀 吕洞帆朋友圈 我总能看见你 太巧了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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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进来吧 不用换鞋了 快进 嫂子 你说我哥认认他也真是的 我都来了上海好几个月了 我就说约你们一起吃个饭 他可好 到现在都没给我约上 你们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啊 那是 我们俩最近可忙了 尤其是他 他跟我的小舅舅 在搞一个什么大生意 马上就要开张了 你说这吕不凡也真是的 他再怎么忙 家里来人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呀 弄得好像我们上海人多大架子 是什么 对吧 妹妹 你是吕不凡哪个叔叔家的孩子呀 三叔 不可能 吕不凡只有两个叔叔 上一道就只有姑姑了 我爸是吕不凡的三表叔 这么复杂呀 是 我们北方人啊 这亲戚特别多 我小的时候经常弄混 只不过我跟吕不凡 我们两家住得特别近 关系特别好 嫂子来喝茶 谢谢 姐 来 谢谢 我们小的时候住得近吗 十八岁以前 我们都住一张床而已 对不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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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来我来 我快烫了 没关系 对不起啊 嫂子 烫着你啊 没事 没事 这怪我 我这说话特别夸张 我们北方人这关系一近吧 就特别没大没小的 你别介意啊 没事 你要想知道吕不凡的事 你就问我 冬家追狗 西家猫猫 一绝屁股拉几个驴粉蛋 我一清二楚 来 给我吧 谢谢 你这房子是分期的 还是全付的呀 全付啊 全付啊 那你可亏大了 你知道吗 如果你是分期的 那贷款利率是百分之六 如果把钱全都存到我们这儿啊 我可以帮你谈到百分之十的利率 这样差下就是百分之四 一年 妹妹 你说你跟李伯凡这么好 这么熟 我们结婚的时候 怎么没看见你来呀 嫂子 那会儿我跟我男朋友正在国外呢 实在没赶回来 不好意思啊 不过你们的婚礼视频 我可看了 特别感人 就是我哥被灌翻了 直接睡浴缸那段 你太逗了 我跟你说啊 其实他人 平时酒量还挺大的 那次挂又怎么了 就 就整整在浴缸里 躺了三天三夜 醒过来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呢 嫂子 这次呢 我特别感谢你跟我哥 你们不知道 我们北方人这观念旧 我如果跟我男朋友 不在上海买房 我妈就不让我们结婚 我就实在没辙了 我就想起我哥来了 我就直接问他要了名额 我哥说呢 这名额我能用两年 所以我就先借着用了 没生气吧 这 是不是你们计划有变 要用这名额呀 没事 没有任何改变 这房子还挺好的 你就踏实住着吧 没事 等哪天我们要买房子的时候 别闹 等哪天我们要买房子的时候 再跟你说 嗯 其实啊 我不是生你气 我就是生吕不凡的气 你说 就这么点小事 他为什么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呢 他怎么知道跟我说了 我就不答应帮你这个忙呢 对不对 弄得我这人好像多小气势 我觉得我哥啊 平时挺机灵的 这怎么办这么一件蠢事啊 这也就是你脾气好 要我一巴掌糊涂了就哭 不过我要知道这事这么麻烦 我肯定不帮我哥借着名额了 不好意思 嫂子 嗯 没事 没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这个事情啊 我们家小璐呢 把名额借给你 到时候呢 我们家小璐买房子的时候 你可以把钱借给他 对对对 互帮互助这个社会很和谐 没问题 姐 你是做投资理财的 对对对对 你等一下我给你个名片啊 这个是我的名片 上面有我的电话 你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可以打电话给我 一定 那回来我让我老公找你啊 终于有人帮我们了 对了 我们老家给我拿雪哈了 我给你拿点啊 特别美容养颜 太客气了 到哪儿都不忘拓展的业务 你是跟我来的好了 矜持一点 我刚刚有嫂子那份吧 她大气是不是 想把她给逼下去了 对不对 嫂子 帮我看看是谁呗 好 来了 谁呀 汤圆的快递 谁的快递 汤圆的快递 我给他们俩 我来啊 你来的 能不能 你来的 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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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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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的 你来的 我来的 余志恒 我老婆的亲舅舅 七零后 不婚主义者 他是我的死党 我们之间的关系 那绝对是亲密无间的 我俩合伙经营的 密室逃脱 就开在他咖啡厅的二楼 我是准备用这个项目 搭着宏图的 但他的心思 全都放在了他的爱情上 等等 更正一下 再来一杯 跟一个人呢叫爱情 像他那样见谁扑谁 那就叫泡妞 这杯算我了 做慈善吗 我知道你不缺钱 你缺的是一个愿意陪你喝酒 愿意倾听你说话的人 如果你想做志愿者的话 有的是地方 我这儿不需要 现在是三点半 再过四个小时 如果你还想喝的话 就来我这儿 我陪你一醉放休 我愿意听你说的所有的话 小璐 你开的车呀 无语怎么让小璐开车 多危险 装装 你还装 我装 唐妹 唐妹 你唐妹要唐员啊 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行吗 解释个屁呀 我跟你讲你个大骗子 我要再信你我就不信我 我要自信你我就不信我 小璐小璐你先行行行行行行行吧 我上什么气呀 你再听我解释了先 你说呀 你说呀 老鱼 老鱼 你赶紧上来 老鱼 老鱼 快上来 拦拦 上了 上了 小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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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街打架 开门了 放手 你别管 跟你没关系 你别管 你别管 有点是非关好了 谁把是非关呀 你别管 你知道情况吗 现在是吕不凡 把名额借给前女偶 还说是她唐妹 你说该不敢打呀 听不懂啊 你说什么 刘洛 刘洛 你站住 不许动 装傻的吧 我不动 你别动手啊 我没有动手啊 我是真傻 跟你出来买房子 你怎么不跟她 住大豪宅去啊 你怎么跟她住过呀 什么情况啊 你别管 说我谎连草稿都不打 只要弄不死你 我就不信我 不是 不是说好不动手了吗 你怎么又动手了你 就算前女友 变成唐妹了 也不至于闹得 这么翻天覆地的 那前女友 跟唐妹能一样吗 你跟前女友上床 你还能跟你唐妹上床啊 称呼不一样 功能都一样啊 一听到前女友 就炸毛了 真潜薄 谁潜薄啊 前女友怎么了 不就借了个名额吗 又不是肩父姻父 着肩在床 现在是 吕不凡的前女友 住着豪宅 你自己的外甥女 连个名额都没有 这是个人就知道 是什么情况吧 什么情况啊 你跟我说说 就是你 说啊 自己都说不清楚了 对吧 你一听到前女友 就发疯的女人 不仅说明对自己不自信 也说明她对自己 这段情感不自信 整天疑神疑鬼 动不动就吃醋 男人很烦的 曾经相爱的人 现在变成了亲人 变成了朋友 怎么就不行了 很正常啊 至于道成现在这样吗 你觉得他 你说我亲舅舅吗 小璐 我说这话 真不是这意思 我告诉你 吕不凡有今天 全是你带坏的 吕不凡 有本事你一辈子别回家 照你怎么说 你妈跟你表妹 也没什么区别呢 你口味实在是太重了 真的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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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别生气 我真的早想跟你说的 这不还没来得及吗 你找什么呢 要我帮你找吧 结婚证呢 老婆 你还来真的呀 别 住你的豪宅去 这儿没你的地儿 别 老婆 老婆 别找了 老婆 你说你 长得这么那个 善良 大方又美丽的 你就不能给我 留条活路啊 真的 我自己也觉得 我没脸回这个家了 可是后来我一想 你一日在家里住着不行啊 你得有人给你 端茶倒水伺候你啊 你留着我是有用的 真的 你 你别生气 你把我当傻子呢 能瞒就瞒 能赖就赖 一而再再而三地骗我 唐妹 你怎么不说她是你干妈呢 不 这不合适啊 老婆 我这也算是助人为乐吧 咱俩谈恋爱的时候 你不就喜欢我这仗义劲吗 现在我真帮助人了 你怎么倒生气了 而且人家是来上海结婚的 这跟我真没什么关系 虽然我见过她那天老公 没有我长得帅 但也 也没事啊 老婆 人都来上海两个月了 我 我们连 就见过两次 连顿饭都没吃过 真的 吃了两顿饭吧 没有没有没有 没吃 老婆 你站着 你 下去 啥你坐下来 跪着 老婆这男人膝下有黄金啊 你膝盖下面只可能有凑一把 行行行 我跪 反正给老婆跪也不丢人 老婆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真的 我以后再也不敢 我再也不敢了 老婆 你原谅我吧 我错了 老婆 说吧 什么时候来到上海 六月份 六月份 你不说是两个月前吗 是两个月前哪 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老婆 我这人吧 一般只记咱俩的事 别的事我都记不清了 见了面干了什么事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说我要请他吃饭 他说他没空 然后他问我 有没有买房的名额 我说有 然后当时他要来上海结婚 问我借 我就借给他了 完了 完了 第二次呢 第二次就是 那个签字出合同了 我还跟他老公握了一手 说了一百百 你干这些事之前 为什么不跟我请示啊 我怕你不高兴啊 不对啊 他一开门就叫我嫂子 左一个嫂子 右一个嫂子 笑里藏道地看着我 你们两个肯定是事先串通好 有预谋的 你把我当傻子糊弄的 是不是 不是 老婆你 你自己想想 她不叫你嫂子 她叫你什么呀 老白 来 怎么样啊 我来早了吗 没有没有 正好 你还活着呢 还活着呢 贵子了没 还行 来 坐 小璐呢 小璐 王小璐 出来吃小龙虾了 还嘟嘟嘴 还生气呢 好 拿碗去啊 都交代清楚了吗 都交代清楚了 交代清楚了 交代清楚个屁 他一直把我当傻子糊弄呢 站起来 好 谁让你坐下的 李不帆 如果不是小璐陪我买房去 到现在还不知道呢吧 你打算办多久啊 真的真的 我已经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了 而且我已经做过深刻的检讨了 态度还不错啊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下不为例啊 什么叫下不为例啊 你还想再有一次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 老婆 绝对没有 这次呢 这次 能怎么办啊 简单啊 把明哥要回来 不就得了 来 来 让唐妹看看 有没有被家暴啊 行 行 行 你别跟我闹了 这忙正事呢 早就跟你说了 这种事啊 只能征得事前同意 绝不能搞那事后原谅 女人呢 就怕男人瞒着 你一瞒着他准多想 你呢 你不一样瞒着你男朋友 说我是你大表哥吗 大表哥 我有这金刚钻 我就能拦着瓷器活 你能吗 你hold得住吗 hold不住你早说呀 要让我爸我妈知道了 因为我结婚 把你俩给弄离了 那么弄死我呀 呸 离什么离啊 这不能盼哪儿我好啊你 还准分 当初 你是不是因为她 跟我分手了 我说你们女人 怎么总还翻旧账啊 几百年前的事了 现在还提啊 我就随便八卦一下 你至于这么认真吗 你想别喝先别喝 我跟你说正经的啊 如果我老婆 再给你提那名额的事 你就跟她说你办手续呢 事人事你甭管 你到底行不行啊 不行我就把房子卖了 明天还你就是了 那你疯了卖房子 你婚不结了 卖房子 走 小西小西 他们出去了 好久 never would 存在肯定 一直在肯定 感じ了 跑前面稳住啊 稳住啊 稳住啊 好久不靠近啊 拜拜 好久不靠近啊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吴小姐吗 是啊 你好 请坐 蒋先生 对 广山那照片是您吗 是我 那是我年轻时候了 不过她皮还似着 吴小姐 你比照片上更美丽 谢谢 吴小姐一点小意思 对 先生 你好 想喝点什么 你们店最好的 那给先生来一杯猫屎咖啡好吗 先生 做人要厚道点 我相信 咱们能换一个地方 初恋 男人一生的回忆 每个人在初恋的时候 都会被施以魔咒 如果初恋不能成功 魔咒 将会伴随她一生 别坏啊 我都听着呢 男人的初恋 往往以失败而告终 也许就是因为如此 才是男人 对初恋眷念不忘 不管这个男人 是叱咤风雨的好心 行了 听这干嘛呀 老白 嗯 你说李不凡跟那女的 那不会真有什么吧 小璐 不要因为人家借了一个名额 就怀疑她的忠贞 好吗 为什么不能啊 我问你 她手机有生密码锁吗 没有 身手消水味吗 没有 不对 应该说是我没注意过 那你问她事情 她有说不清楚吗 这个 好像也没有 出轨的男人 基本都符合这三条标准 她没有 就说明她是清白的 别多想了啊 老高 老高 回来了 你做什么好吃的呢 做的全是你爱吃的 我在楼道里就闻见香味了 满楼梯都是你做的饭的香味 馋死我了 先洗手 洗完手吃饭 好嘞 老公 怎么了 你是要洗衣服吗 忘了忘了 来 拿走拿走 好了 老婆大人 现在可以洗了 老公 等会儿我们一起吃饭 然后一起洗衣服好不好 老 老婆我没做错什么吧 可以告诉我 你不用洗衣服 我想了 以后我要对你特别特别好 我要每天给你洗衣服 现在就开始 难得我老婆发扬精神啊 老婆 老婆 你这衣服呀 就得跟你一样 需要精心地去合作 你说老婆你长得这么 焦贵貌美的 现在还替我洗衣服 不过我这信徒是不是来得太突然了呀 你是嫌我平时不干家务吗 不是 老婆老婆了 算了算了算了 这样这样 咱们先不洗了啊 咱们先吃饭 吃完饭呀 我陪你一块洗 来 来手洗一洗 来 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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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老婆你该修水管了 晚上我修 好了 好了 去吧 老婆 我今儿给你做鱼了 你是不是想把我喂成个大胖子呀 胖子好啊 性感 我最喜欢胖子 屁 我才不会中你的阴谋诡计呢 你就是想把我喂成个大胖子 然后一脚把我给踹了 然后你去找你的高白大 老婆 你放心吧 如果有一天你吃胖了 你放心 我一定吃得比你还肥 然后咱俩一块上天桥上卖肉去 还不能 对了 我跟你说个正事 你跟小舅人家密室逃脱做得怎么样了 我什么时候才跟我的闺蜜可以去逃脱呀 快了 你就等着吧 等着跟家属前摇身一变白富美 我才不要当白富美呢 要当就当白素仙 我问你 身手消水味吗 我问你 身手消水味吗 他手机有上密码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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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都黑了 老公 天都黑了 老公 天黑了 老婆 你能不能先容我这个老董 完成这个大案子啊 什么老董啊 你不是要当白素仙吗 那我得先成老董啊 要不然你怎么当白素仙啊 那白素仙现在想就寝了 老董你该干吗呀 行 那老董先去一趟书房啊 来 吕不凡 来了 别抓到我 你 爱不爱我 当然爱啊 有多爱 这 学上那小鬼爱便便一样 一辈子都改不了 重新说 那有多爱不 老婆这没法说啊 这得用实际行吗 这边请 随便坐 谁来了 前昆的老婆来了 昆嫂啊 我去看看 小璐 你来得正好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昆嫂 昆嫂好 今天昆嫂还有一个身份 乾坤的危机公关 看来啊 你们这次又白忙活了 不会吧 昆嫂都亲自出马了 你觉得这事还能成吗 你记不记得 咱们上次拍到那个谁 比这还劲爆十倍的照片 都被她给压下来了 我跟你说 还不止这些呢 就昨天 她给咱们公司接着 好几个广告客户 没看见主编叫她嘴动和我 再见 再见 你看过照片吗 不用看 该知道的我都知道 你都知道啊 不了解她的过去 怎么敢嫁给她 那你既然都知道 怎么说得了啊 你结婚了吗 幸福吗 趁着幸福好好珍惜 小璐姐是不是 今儿歇了 这条线先不跟龙 这条线先不跟龙 小璐姐是不是 这条线先不跟龙 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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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西瓜给你准备好了啊 你先吃着 好嘞 西瓜先给他淋一瓣 老哥 你电话我接了啊 喂 妈 烦烦他洗澡呢 没事 我就是问问 上次给你寄的山货 你收到了没有 收到了 收到了 我都快吃完了 特别好吃 我还给我爸妈带了好多 他们都觉得特别好 谢谢你啊 妈 您跟爸身体都还好吧 好 都挺好的 你和不烦的工作忙吗 要注意身体啊 我们俩都挺忙的 但身体也挺好的 对了 妈 烦烦是有一个朋友 叫汤圆吗 你说圆圆啊 跟布凡一起长大的 她爸跟圆圆她爸 是老战友 关系好得很 圆圆跟布凡 就像亲兄妹一样的 你见过了没有 见过了 她长得挺漂亮的 还挺知性的 她一个女孩子家 跟男朋友跑到上海 不容易 人生地不输的 你们可要多照顾点啊 都是一家人了 她既然是凡凡的妹妹 是我的妹妹 我们会好好照顾她的 您放心吧 不对 你得叫她姐 她是八二年的 还跟布凡是一天生日呢 这么巧啊 那可不 以前她们生日 都是一起过的 前不久还听凡凡说 她们今年的生日 也要一起过呢 说要好好庆祝 她们在上海 过的第一个生日 好好好 小璐啊 你们工作忙归忙 要孩子的事要抓紧了 我跟你爸现在身体还行 还能帮上忙 喂 小璐 喂 小璐 喂 喂 妈 我听着呢 您放心吧 我们一定抓紧努力 那行就这样吧 拜拜 好 吕不凡 那个号称你三表叔家的妹妹 是哪天生的呀 我说你那个 桃圆妹妹的生日 是几月几号 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 就是你的堂妹 她是几月几号生的呀 你说什么 谁 你 你刚说谁 来 你那个汤蓮妹妹的生日 是几月几号 我问这干吗呀 当时我送上礼物呀 记不过了 忘了 我这这洗澡呢 来 怎么来了 爸 你干吗呢 你明明跟桃圆儿是同一天生日 你凭什么时候不记得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能管我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 不是 你们今年要一起过生日 那不就是为了应付我妈妈 所以我 你们两个以前 经历的生日都是一起过的对吧 老婆 咱不了解 是还是不是 是 上大学之前是 她都送过你什么礼物呀 十来年了 我记不清了 曾有一样记得的吧 那 笔 书啊 笔呢 使坏了扔了 书呢 拿来 多大送的呀 22啊 你们两个认识的时间 比我们两个认识的时间长两倍 这是分手前送你的 还是分手后送你的 后 但为君故 陈衣至今 好有生意的两句话 你都跟她分手那么久了 为什么还要留着这本书 我就觉得 它是一本书而已 没事老婆 你要不高兴 我就把她扔了 你舍得吗 那有什么舍不得的 我现在就扔 任之前你先撕了它 撕 撕啊 我现在就撕了 不高兴我就撕 我不光撕 我吃着它行吗 我不光 唯一咯 吃货 等一小时了啊 老地方 要你管啊 好 黄律师 不好意思久等了 路上堵车 没关系没关系 吴小姐请坐 黄大律师 平时一定挺忙的吧 感觉您也挺难约的 您现在是几级来着 二级 再过三年就一级了 所以说您现在一定是A症了 吴小姐懂得还蛮多的吧 是A症 我也只是知道些皮毛而已 我在想啊 像您这样的青年才俊 如果到现在还是单身的话 那一定是因为太忙了 那倒不是 在没有当律师之前 一般女人 连正眼都不会瞧我一眼 哪怕她正眼瞧我一眼了 最后被甩的肯定也是我 所以当别人都在谈恋爱的时候 我只好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了 等当了律师之后嘛 一切就变了 你懂的吗 女人都很现实 尤其是想要结婚的女人 我感到很高兴 是 很严重 我感到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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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看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了 婚嫂联系我们了 让我们等她电话 她想怎么样啊 她现在除了我们不接受任何杂志的采访 这是个好机会 你准备一下 马上开始跟进 好 好的 给我们了 给我们了 那我去准备了 好 去吧 马上去 老张 后面有人跟吗 没有 汪小姐 咱们就车里说吧 你先借我小路就行了 可以了 我想通过你们杂志社 正式发布我的声明 我所有做的选择 都是基于我的信仰 信念 和强烈的家庭观念做出来的 我相信婚姻神圣不可侵犯 对于那些蓄意要挑战我们婚姻堡垒的人 我只送四个字 好字为之 好了 就这些 那我不太明白的是 是她对不起你啊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维护她 其实我们大家都挺同情你的 大家跟我有关系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任何一个正常的女人 我只做对我婚姻和家庭正确的事情 那如果再给您一次选择的机会 这个世界就没有如果了 汪小姐 你们单位到了 坤嫂 我还有个问题 您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 替我问候你们主编 那好 谢谢你了 再见 你们说我是不是应该放李不凡一妈呀 放她一妈 给个理由先 我今天呢就 采访了乾坤她老婆 你说那个大腕都干出了那么过分的事 她老婆都可以既往不咎 那我们家李不凡 仔细想想她也没干什么事啊 对不对 我们家李不凡那跟着乾坤也能 不抬杆快死啊 小鹿 你心里能这么想特别好真的 你心里要过去了 这事才能真的过去 她过得去吗 你心里过得去吗 你看 她过不去 你说怎么着呀 揪车这不放 对小鹿有什么好处啊 那汤原是谁呀 李不凡的前女友 原来山高皇帝 我们管不着 现在呢 要来上海了 她来上海了 我们的上海 一来就把你们家叫天翻地覆 这是什么 用有事的节奏 那你说怎么办 把人赶出去啊 江还是天翻地覆 我闭嘴 小鹿我告诉你啊 你别我听她的 凡事都要适度 适度 那要把主动去找她自己去 你们俩别吵了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每天一张眼 我最想知道的就是 他们两个以前干过什么 发生过什么事 不问吧 我心里难受 问了吧 我心里更难受 而且关键是 我不知道她现在跟我说的 哪句话是真的 哪句话是假的 我 我已经没有办法信任她了 我 我 我之后心里过不去留家 你看你看你看看 她过我不去 她自己都说了 这重要嘛 那么纠结干嘛呀 以前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有 现在她心里有你 不就得了吗 有就行了吗 必须是只能有的 对 她心里只能有我 我 必须是唯一 二号三位 准备咱们几号 二 走走走走走走 饿死我了 真是等死了剪辑师 小璐姐 晚上大家说要庆祝一下去哪 主编请客啊 你们去吧 我身体不舒服 我想休息 好吧 好好玩啊 你管我呢 老婆 老婆 你来干嘛呀 我不想回家 那你想干嘛去啊 管着我干嘛呢 看见就烦 那这 这我怎么帮你啊 那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要不我消失几天得了 你敢 老婆 我说做你老公也太分裂了吧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那你让我怎么办呀到底 什么 你烦了啊 那怎么会啊 老婆 我叫吕不凡啊 不凡啊 对不对 我永远都不会凡的 你想去哪儿我陪你去 我问你 你是不是只爱我一个人 当然啊 那我要你大声说出来 我只爱你 得说名字 不说名字 谁知道你爱谁啊 声音也不够大 我要这条街的人全都听见 这么大声啊 说不说 说说说说 我吕不凡 使来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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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小ör multiple 老公 你的出文室跟给我吗 你还没说呢 你到底怎么吻的呀 你跑什么呀 你说呗 我不生气 我就特别好奇 咱们能不在吃饭的时候 说这些倒胃口的事吗 好吧 快吃 现在可以说了吧 你们是怎么吻的 我说老婆你怎么还定去这事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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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睡觉吧 要不明日就起不来了 朋友圈里人家都说了 你不问我不说是距离 我问了你不说是隔阂 我想问你想说是默契 我不问你说了是信任 我问了你说了是尊重 如果你连起碗的默契和信任都做不到 那你起码 你需要尊重我一生子吗 行行行行行 我尊重你行啊 学的事啊 就上大学的时候 那么早啊 十八岁 地点 我家 谁家 我家 我家 白天还是晚上 白白白天 白 你 你爸爸白天不在家啊 不在出于溜味了 然后呢 说什么呀 刘不凡你什么态度你啊 我问一句你说一句 挤牙膏呢你 不是有什么可说的 不就那么点事吗 你赶紧呢自己主动点 说细节 多细啊 越细越好 那我要跟你说完 你可不能生气啊 我不生气 你说吧 不是你 你是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这已经十几年前的事了 那 那我 我可真说了啊 你说快点 就我十八岁那年 我在家里待着 然后他非要来找我 我不是让他来 结果他还是来了 正好我爸和妈 就出于溜弯 然后我就跟家收拾东西 他一看我收拾东西吧 他就说他帮我收拾 我当时一想 多一人帮我收拾 不也挺好嘛 然后他就收拾书 我就收拾衣服 我们就收拾啊 收拾收拾啊收拾啊收拾 我收拾得慢 我着急我就出汗 出汗我得找电风扇啊 我找到电风扇 我就想凉快凉快 刚凉快两分钟 啪 没电了 这没电了怎么办呢 没电了我得找电闸呀 找电闸我就摸着黑 我就得出门啊 等会等会等会 你刚刚说了 是白天 不是老婆 我说的晚上 没事你继续 还听啊 当然了 我刚说哪儿呢 办电闸 对对对 办电闸 办电闸 电闸 我就得出门去找电闸 我这人吧 我一到晚上我就犯懵 尤其一黑 但是我 我聪明啊 我就摸着那个床边 我就一步一步一步 我刚把左脚抬起来 你猜怎么着 我自己就踩我那个裤腿上了 我又把右脚抬起来 我就踩我那个牛仔裤 那个皮带上了 我来一勾吭式 说重点 我摔倒了 他就过来扶我 然后他也摔倒了 我们就那个了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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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老板睡觉吧 困了 来 睡觉 我都睡完了吗 你们是怎么亲的 不就亲了吗 这还能怎么 亲有好多种的 有一种是这样的 还有一种是这样的 第一种 就 这 就碰了一下 那你们第二次 是不是就伸手头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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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没有 同工就一次 哪来的第二次啊 而且 我后来考上大学 我就走了 我们不在一个地方就分手了 真的真的 老板快快睡吧快睡吧 好 要是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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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大学的时候好的 大二的时候分得少 中间过了那么多年 总不就稳了一次 你觉得你这话可惜吗 我也觉得奇怪呢呀 但是 我属下我都不回来的 我得勤工浅学呀 你看我寒假吧 虽然说过节 我也在东北待不了几天呀 真的 老婆 我跟你发誓 我说的都是实话 如果我要骗你啊 你就直接给我这胳膊腿 全给我剧断了 扔那牛粪粥里 直接当化为食 行了 老婆 老婆 别琢磨了 赶紧睡吧 睡吧 睡觉 我还是觉得你们两个 太纯洁了 好了那么长时间 就亲了一次 你们两个别的 没有干过吗 你们两个有没有上过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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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没有 我的其他的一次 都是属于你的 老婆 你别老提过去了 咱那过去就都让它过去吧 咱俩得一起往前看 而且你想啊 我现在什么什么 都是属于你的 这还不够啊 我所有做的选择 都是基于我的信仰 信念 和强烈的家庭观念做出来的 我相信婚姻神圣不可侵犯 不了解他的过去 怎么敢嫁给他 行啦 不 老婆你怎么醒这么早啊 我就没睡 我 我想了一夜 要不然那个名额 就给他用吧 你说什么 我说那个名额 要不就给他用吧 真的 真的 老婆你没逗我吧 没有 真的呀 老婆 你简直就是个活菩萨 真的 来 快过去你 你怎么那么高兴啊 我高兴啊 我特别高兴 那你至于高兴成这样吗 老婆你理解错了 我是为你高兴 跟他没关系 我是觉得你这人高风亮节 以后我 我就这样仰视你了 行行 那不提名额的事了 那逛街去 逛两天 我一不喊泪 二不问价格 咱随便买行不行 逛街不着急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说 你说 明和我暂时可以不要 但有些事情 我必须弄清楚 什么事啊 你和他 初吻以后发生的事 我们之后没事啊 不可能 初恋是一个人 一生中最难忘的事 他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我要知道 你和他从头到尾所有的事 你好 欢迎您来体验 阿姨 您看一下 你好 阿姨 你好 谢谢 喂 喂 老公 我想你了 李哥 我都发完了 再给我点呗 给你给你 老婆 我也想你啊 你在哪儿啊 我在小舅舅这儿呢 等你一起吃晚饭呀 你旁边那女的是谁啊 你们干吗呢 你们店员想多 你们在外边发传单呢 好吧 那你先忙吧啊 我们等你呢 行 你好 你吃一口呗 一点都不饿 你又不胖 美女们 我到了 你凑齐了咯 来 来娘子 喝点热的 喝点热的 跟老白一样 好 打一电话 老董 你吃吧 可好吃吧 他减肥 你又不减肥 你吃过了吗 没有 我不吃 就是那个房子三套 我都看好了 然后都买了啊 你到 小舅舅 干什么 我也来一次 刚才不说是吧 你刚才还没想喝呢 我是客人 你去看女儿了吗 威瑟上十一年级了吧 你帮我买份礼物送给她 她火星那么大干吗 她招什么急啊 嫌我耽误她朋友了 你呦 搁哪儿呢 那什么呢 呦 过嫩的呀 她就喜欢这种假清纯的 哇 给了 谢谢 没别的药子了吧 还没想好呢 厚着吧 有好吃 你真不吃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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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白 那个啊 我相亲的时候啊 小舅天天挤着我 今天要不 弄死她 小舅舅 我要巧克力的慕斯卷 给我拿点浅浸纸 不够啊 巧克力 巧克力 你拿点干果吧 这不是慕斯卷 这碗面凉了你热一下呗 这太甜了 把蜡烛点上吧 好 还有什么 小薇姐 来来来来 你坐坐坐 请坐 好呀 我给你们介绍啊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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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己都有嘴巴 我们有眼睛有耳朵 我们可以自己交流 你们都是她外甥女啊 她们俩都是我外甥女儿 我早活不到今天了 小舅舅 你忙去吧 不用陪我们 没事 黄律师吧 郁老板 你来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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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宇也在这儿呢 吃早餐了吗 吴宇 你好 黄大律师这么巧啊 我那个上次吃那个慕斯蛋糕 挺好的 最后就打包带两块回去 那您忙 您忙 我跟朋友在这儿吃个饭 我们再联系啊 有空吗 黄律师 有啊 不着急走吧 对 别打包了 就在这儿吃吧 一起 算我请客 那多不好意思 赶紧坐吧 那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各位 喂您好 黄律师 来 我们来猫 谢谢 谢谢 够了啊 够了啊 我六晚上来了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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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老摆一个不迟钝啊 你帮我人呢 你是不是都撒呀 来 白娘子 你也就这会儿能欺负我 三个人 漂亮 你俩 喝酒 我站了 不是 你晚了 赶紧赶紧赶紧 快快快快 赶紧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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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点节奏行吗 一个 自己说 说对了 赶紧了 对了对了对了 对了对了 对了对了 对了 你终于对了一次 来 黄律师 为什么你都不占呢 我不是一个人吗 我要了 赶紧赶紧 换换换 就要插你了 这么热啊 玩游戏呢 就要插你了 小波 小波赶紧给你拿点酒 谁欺负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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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别别 这不好玩啊 我们换个游戏玩 我们来玩那个 我从来都没有 怎么样 这个好 这个好 我永远 不不不不 这什么游戏啊 怎么玩啊 没玩过啊 你没玩过啊 我知道 我知道 规则是那 比如我说啊 我说我从来没有打过架 那么从来没有打过架 人呢那就赢了 打过架就输了 没喝酒 试一把就知道了吗 简单一点说啊 你想要别人喝酒 你就得说别人做过 你自己没做过的事情 但是说好了 我们要拿下半辈子的幸福 做赌注 好吧 谁都不能撒谎 君子游戏都不许说好的 君子游戏啊 老白 从你开始吧 来 开始 好好好 我先说啊 我从来没脚踏两只船 大家都明白了 那我来啊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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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有在分手以后 跟前任联系过 你恋爱过吗就分手啊 真讨厌 你懂什么呀 你喝酒吧你 祝你幸福啊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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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啊 我从来没有爱上过大叔 不好意思啊 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啊 真的 我从来没有结过婚 结婚怎么了 结婚可行 来来来 结婚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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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恭喜 新婚快乐 新婚快乐 我从来没有做过人工流产 我想起来一个啊 我从来都没有穿过钉字裤 什么啊 都站起来了 都站起来了 等等等等 你不知道啊 你没玩过 这个规则是这样的 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 或者所有的人都没站起来 那就是你输 你得喝酒 对 对 喝酒喝酒 要赌服输 行行行行 喝酒喝酒 我喝酒行 但是我怎么就那么不信 大家都穿过呢 于智恒我我相信的穿过 不是你也穿过呀 穿过那玩游戏输了 那真心话当帽子 行行行 算我在 算我在了行吗 来 干谁了 来 来 干谁了 我 我从来都没有吃过米田购 你 老公 你什么时候吃过呀 忘了你喝酒吗 你们反正不带这样的啊 说话说实话 干嘛呢 干嘛呀 吴远 干嘛呀 说谁呢 你俩发酒 好 那么恩爱来 交杯酒 交杯酒 会会会会 交酒酒 来 来 老婆 交杯酒 天天喝 没光你们俩喝呀 一块儿喝呗 要喝就一块儿喝 来来来 一块儿喝一块儿喝 老白 老白 我跟你喝吧 还不跟你喝呀 小舅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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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喝多以后 爬上过屋顶 大叔 这有事情您也做过呀 经历是人生宝贵的财富 长大就懂了啊 我从来没有被别人的老公 删过耳朵 长大我们就明白了 建议我们建议我们 长大就明白了 长大就明白了 我从来没有对客户下过手 老你喝真没劲 我从来没有吃过小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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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腕吃什么 不懂就别问了喝酒 长大就懂 我来一个 我从来没有过 419